规则四 使命感带来意义 拥有使命是件棘手的事情 困难会吓跑空想家和谈小鬼 但会留给我们这些人更多的机会 假如你掌控不了自己的事业 那么它就会让你吃尽苦头 要么引人注目 要么默默无闻 往小处想 往大处坐 有意义的使命与有价值的人生 快乐教授的有趣人生 哈佛大学设施先进的西北科技楼 坐落于马上诸塞州剑桥市牛津街52号 距离游客密集的著名中央草坪 步行仅10分钟 它只是一个庞大水泥玻璃建筑群的一部分 这些实验室便是传说中哈佛研究引擎的新核心 从内部来看 西北科技楼就像一个好赖屋版的实验室 每一层外围的水泥 走廊打磨得十分光亮 并且趁着昏暗的灯光 很有犯罪题材类电视剧的风格 走廊一边位于建筑中央的各种实验室 透过缸门上的窗户可以看到研究生们在用一页管做着实验 阻廊的另一边是教授们的办公室 盖着坐落时的玻璃隔断 六月一个晴朗的下午 我来到了西北楼 而吸引我的正是其中的一间办公室 帕迪斯萨贝蒂所在的办公室 在探求理想工作方面 这位35岁的进华生物学教授 掌握着一项尽管很难却又很强大的策略 只需和萨贝蒂待上一会儿 你便会很快发现 他很会享受自己的生活 和任何高风险的学科一样 生物学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因而背负着一个恶名 那就是他会把一个年轻教授 编成一个脾气狂躁的工作受虐狂 这样一个人会把休息视为失败 把同行的成就视为自己的悲剧 这样的生活真是前景暗淡 但萨贝蒂却避免了类似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刚来不到五分钟 一个年轻的研究生身头探进了办公室 这是萨贝蒂雇佣的十个人之一 他们在以他名字命名的萨贝蒂实验室里工作 我们要去训练排球了 他说我们是指他们实验室团队 很明显他们把这团队很当一回事 萨贝蒂答应采访一结束就去找他们 排球不是萨贝蒂的唯一爱好 在他办公室的一脚放着一把原声吉他 而且他不是个摆设 萨贝蒂是一个名为上千个日子的乐队成员 这个乐队在博士顿音乐圈里很有名 2008年美国公共电视网以该乐队为主角 拍摄了一集新特别节目 叫《摇滚者》的研究者 萨贝蒂在这些活动上的经历 来自于他对工作的热爱 他的大部分研究其中在非洲 目前在塞内、加尔、萨利斯昂都有项目正在进行 但最主要的还是在尼日利亚 对于萨贝蒂来说 他所从事的工作意义 远远超过发表论文或者研究经费 在我们谈话期间 他拿出笔记本电脑 你来看看这段视频 这里面有我和我的姑娘们 他一边说一边点开了一段网上的视频 视频里的萨贝蒂手拿吉他 领着四个非洲女人一起唱歌 这段视频是在户外拍摄的 地点在尼日利亚 背景是棕榈树 据我了解那几个女人 在萨贝蒂实验室资助的一家诊所里工作 这些女人每天要面对各种惨状死去的人 他对着视频自言自语 屏幕上每个人都带着微笑 在萨贝蒂的指挥下唱完了整首歌 偶尔停顿几下 我喜欢去那儿 他补充到 尼日利亚是我在非洲的故乡 职场竞争力很明显 萨贝蒂没有陷入粉丝技术的竞币 而很多年轻的学者却陷入了其中 并备受折磨 相反他构建起了一个有趣的人生 虽然不是一帆风顺 他在一次采访中说道 但我真的热爱我的工作 而且他是如何取得这一成就的 和在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认识到他之所以如此快乐 是因为他把自己的职业 建立在一个清晰而有吸引力的使命上 这项使命不仅让他的工作有了意义 而且让他在实验室之外 也有精力去享受生活 以哈佛大学征强好胜的典型风格来看 萨贝蒂的使命一点也不讨巧 简单来说 他的使命就是消灭世界上最古老 而又最致命的疾病 用新技术对抗老疾病 读研究生时 萨贝蒂误打误撞地进入 新兴的计算机遗传学领域 即利用计算机来了解DNA序列 他开发了一套算法 可以在人类遗传信息数据库中做筛选 寻找人类持续进化的蛛丝马迹 人类仍在进化的说法 可能会令普通大众吃惊 而进化生物学家却认为理所当然 人类进化 人类近期进化的一个经典案例 是乳糖耐性 几成年个体消化乳糖的能力 在产奶动物被驯化之后 这一特性才开始在人类总群中扩散开 萨贝蒂的算法利用统计分析来捕获 符合在自然选择压力下发生的基因迁徙类型 比如某种突变 它近期才在人类发展中出现 却随后在某一人群中获得快速扩展 换句话说 这种算法是通过海量搜索 找到看起来像是经过自然选择的候选基因 然后把它留给研究者 让他们去研究为什么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 该基因被认为有用 萨贝蒂用这个算法来寻找最新进化出来的 具有抗病性的基因 它的思路是 假如可以找到这样的基因 并理解它们的工作原理 那么生物医学研究人员 也许就可以在治疗中摸索出它的疗效 抗病基因因此就在用萨贝蒂的算法 所找到的候选基因之中 这样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 因为它们实际上正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假如某一种致命病毒长期荼毒一类人群 那么按照生物学家的观点 这类人群正处于选择压力之下 如果少数种群体成员幸运地 进化出对抗该病的抗性 那么选择压力可以确保新基因会快速扩散 因为带有新基因的人群死亡率 比不带新基因的要低 新基因的这种快速扩散 正是萨贝蒂算法所要发现的特征类型 萨贝蒂的第一个重大发现 是一种抗热沙的基因 拉热沙是非洲大陆上最古老 最致命的疾病之一 每年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 德安这种病不会立即死掉 他强调说 而是极痛苦的死去 后来他把虐疾和腺术液加进了自己 要用算法来对付的疾病清单里 他把这些疾病称为古老的苦难 职场竞争力 萨贝蒂的职业动力来源于一个明确的使命 利用新技术来对抗古老的疾病 显然这项研究非常重要 正因如此 他从比尔吉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得到了七位数的赞助 后面我们将会深入具体分析 他是如何找到自己的事业重心的 但是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 他的使命给他提供了方向和能量 在这两样东西的帮助下 他没有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学者 而是热情地拥抱生活 他热爱自己的工作 而这份工作的基础就是使命 因此 他的职业发展策略得到了我们好好研究 如何让使命变成现实 拥有使命 就是在事业上拥有一个起到 统帅作用的重心 使命比某种具体的工作 更为笼统 而且可以贯穿多个职位 他回答了下面这个问题 我的人生应该怎样度过 使命是强大的 因为它使你将精力都集中在某个有用的目标之上 这样反过来会让你在自己所处的领域里 影响力最大化 而影响力是热爱自己工作的关键因素之一 如果人们能够真正感受到自己事业的重要性 那么他们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感到更多的满足 而且更能承受住辛苦工作所带来的压力 同样是熬夜 为了给公司的客户多省几百万诉讼费 而熬夜可能会令人精疲力尽 但是为了治愈某种古老的疾病而熬夜 可能让你越熬越有精神 甚至还有多余的热情去组织一个实验室排球队 或者一支摇滚乐队进行巡回演出 萨贝蒂吸引我的原因在于 他的职业受到某种使命的驱动 而他也因此收获了快乐 在与他会面之后 我开始寻找其他运用使命来打造理想工作的人 在寻找过程中 我结识了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 他以向大众普及考古学为使命 并且在探索频道拥有了自己的系列片 另外我还揭示了一位市场会感到无聊的程序员 他系统地研究了市场营销 为的是想出一项使命来给自己职业生涯成新 注入兴奋点 通过这三个案例 我想解析出他们到底是如何找到 如何成功运用各自的使命的 简而言之 我想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 如何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 让使命变成现实 我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复杂 为了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复杂性 让我们从全书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在前几条规则里 我已经问述过 追随自己的激情是个糟糕的建议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不是天生具有某种 事先存在的激情等着他们去发现 想要热爱自己的工作 你必须首先通过掌握稀缺而宝贵的技能 来积累职场资本 然后将这种资本堆现成 堆现为成就大事的那些特质 稍后我将阐述 使命正是值得拥有的特质之一 而且和任何值得拥有的特质一样 它也需要先积累职场资本 没有职场资本的使命 注定只是昙花一现 但是光有职场资本不足以实现使命 很多人非常擅长于自己所做的事情 却未能朝着一个有吸引力的方向发展 自己的事业 因此我将继续探讨几种高端的策略 这些策略与职场资本积累同样重要 都可以实现将使命从一个美好的设想 变为现实的跨越 在接下来的几章里 你将了解一条重要的策略 即以不同的原始命进行系统试验 从而找到值得追求的方向 你还将了解运用市场营销思维 来寻找个人职业重心的必要性 换句话说 使命是一个强大的特质 值得被引入你的职业生涯 但它又是变化无常了 需要小心引导才能变为现实 使命这种微妙特性 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事业上 缺乏一个起到统帅作用的重心 尽管他们都想拥有这样的重心 也就是说 拥有使命是件困难的事情 不过 现在我可以从容地面对困难 也希望已经看到这里的你有同样的感觉 困难会吓跑空想家和胆小鬼 但会留给我们这些人更多的机会 我们愿意花时间 谨慎地找到一条最佳的前进道路 然后自信地采取行动